啊 呦好哥好哥昨天开奔驰 今天开保质街牛啊啊 我有事我先走了 这又不是他的瞧把他得死 你小声点他女朋友啊 和企统妹妹谁还跟着他 怎么了姐 我给你的车呢 阿豪是要见个客户需要车 我把车给他开了 你还在和那个阿豪谈恋爱 这是什么话姐 阿豪对我很好的 每天早上给我送早饭呢 宝贝 我像这两个车有一姐 不会介意吧 别太单纯了 凡事多长个心眼 别到时候被人卖了呀 还听人数千 哎呀你又来了 阿豪他不会这样的 我相信他 我什么人没见过啊 哎行了你烦不烦啊 我说过他多好 他就会多好的 不想您说了 欣宇 我给你住的那套房 怎么被投诉了呀 不管电话都打在我这来 我没在那住啊 我知道 那你赶紧过来 你谁啊 你再不出去我报警了 报警 这里是我家 你报警 是我哥家好的 哎 误会误会 你又是谁 你是信仪他姐姐吧 我是阿豪的妈妈 那是小妹 都是一家人 误会误会 一家人 我妹还没和你儿子结婚呢 什么一家人 哎呀那都是指导的事 来 琪琪来坐 哎 琪琪 听说你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我们家小妹现在还没工作 你看能不能随便给他找个工作呀 哎呀妈 我可不要是个随便的工作 我哥都是个总监 那我好歹得是个主管嘛 我答应了吗 你还在这挑声 没打声招呼就住进我的房子 现在还要我找工作 你那也太得寸进尺了 哎呀 别看你这话说的 那以幸运以后 嫁进我们家 怎么做人呢 做人 他要做什么人 我同意这么婚事吗 在这儿讨什么便宜 哎呀 哎呀 你这姑娘 哎呀 还这么说话呢 你看你这人 说话怎么这么狠 就是 我知道你是一个大老板 我们哪敢高攀呢 行了别说了 立马上这东西给我们出去 姐 姐 你太过分了 哎呀 哎呀 你是幸运他姐姐吧 我是阿豪的妈妈 那以幸运以后 嫁进我们家 怎么做人呢 做人 他要做什么人 姐 你太过分了 妈 你没事吧 阿姨 你没事吧 姐 你怎么这样 他是阿豪他妈妈 你怎么这样对他啊 我怎么对他了 哎呀 嫂子你不知道 你姐刚刚好凶 要赶我们走 我妈现在本来就不 对不起阿姨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阿豪你行啊你 瞒着我把一家子都接过来 不是 她跟我说过 是我答应她的 你凭什么答应啊 你不是说 这房子给我住吗 房子是谁的名字 你 你的 你也知道是我的名字 等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再来你自己的钱做好人 别来我的房子扶费 哎 我发现你这人说话 怎么这么不好听啊 都说这房子是给我嫂子的 他想给谁住就给谁住 再说我们又不是外人 住了下怎么了 许总 我妹小 她不懂事 我给你道歉啊 哎呀哥 你给他赔什么罪啊 你是他公司总监 给他抓的 噓 噓 欣语啊 你跟我们家 好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们都知道 你是个同事的孩子 我们家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今天当做你姐姐的面 就把你们两个的婚事给定了 你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不同意 姐 你想都别想 我告诉你 在你们明天之内赶紧给我搬走 姐 别这样姐 姐 你真的够了 你就非要跟他在一起是吧 行 车子房子银行卡全部还给我 我以后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今天当做你姐姐的面 就把你们两个的婚事给定了 姐姐看你怎么样 不怎么样 在你们明天之内赶紧我搬走 欣语 委屈你了 没关系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再哭我都愿意 那也知道 你别送哪去 那 怎么了 欣语 你也知道 我爸一直在医院住着 理解他看不惯我 又把我吃 我手里钱也不够 要不 你求求理解找他借点钱 等我有钱了马上还给他 好吧 哎 喂姐 他他可能在忙 要不再打电话试试 吃好了 欣语 把碗洗了 不 花我儿子的钱真是不行的 呦 哎 阿姨你怎么又不冲厕所呀 我就上个小的 还送厕所呀 谁不要钱啊 你天天待在家里 吃我儿子的 用我儿子的 你都不知道 我儿子现在有多辛苦 就是你这个少把情 害得我们家这么惨 你还在那指责我 怎么了吗 怎么了 怎么了 这就是你找的好媳妇 嫌我这嫌我啦 这个家呀 我是待不下去了 我没有 还是没有 我妈都那么大岁数了 还得蹭你的小姐脾气 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娇贵小姐啊 现在你姐不要 你啥也不是 你说什么 你再说 还行呢 屁股有事吵吵吵 你不嫌烦我都嫌烦 快点给我妈道歉 看什么呀 给我妈道歉 说他两句还帅脸上 儿子 拖着他也是累赘 赶紧给他分啦 姐 我错了 我错了姐 他对我一点也不好